帶著厚厚的上訪信 前遼寧錦州國旅導遊劉樹國來香港找媒體 控訴中共治下老百姓深淵無門的苦況 97年 劉樹國夫婦和兩名同事 向紀委實名舉報總經理貪污 但卻被停工停薪 上訪又被關押和毆打 當時就宣布我們四位人被停止工作 四年的時候 我到單位去上訪 見到我們這個當時的局長叫劉戰宏 他就帶了兩個人在他的辦公室去保打 2004年 他向訪問錦州的時任中共總理溫家寶下跪 並當免呈交舉報信 雖然錦州市旅遊局同意恢復其工作 並給予經濟補償 但至今沒有落實 有領導更向他索要5萬元好處費 2015年 當地信訪局有發文禁止他上訪 我們才去實名舉報的 結果舉報完之後 他反過來還報復 迫害 上訪21年家破人亡 棄離子散 劉樹國說 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道德淪喪 產品假的 疫苗假的 關乎到千家萬戶 子孫後代的事都能夠造假 你說這個事還有良心嗎 他希望向媒體公開冤情 討回公道 也希望港人能堅守良知 守護良知 也給中國民眾帶來一絲希望 新唐人記者梁珍 陳仲銘香港報導